音乐 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中 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 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 却哀叹她不会飞翔 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 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幕前 她也不会有迫在幕前 她还不会飞翔 她还不会飞翔 她已经有迫不飞翔 她也不会飞翔 她还不会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对话好莱坞 我是主持人蓝天 那今天呢 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们发福利了 因为我们请到了非常知性的美女啊 她就是华语青年女导演Giselle Tone 童话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童话 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出生于北京 然后是北京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数字动画学院 然后现在在USC毕业之后在美国做导演 其实我非常好奇啊 你在中国修完了 中国传媒大学修完了这个本科双学位之后 为什么想要来美国USC读演呢 我开始给USC做广告了 因为USC是比较top5的电影学院 所以还是想在USC学 其实当时父母还是蛮支持你的 对 那自己觉得在美国和中国 两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学习 有什么文化差异吗 有啊 比如说在这边做导演的时候 你拍的东西很多都是美国的 然后有关于美国文化的东西啊 然后在中国的可能写的 中国的剧本更多一些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从事导演啊 或者是进入娱乐圈这个行业的 进入娱乐圈 没有想过进入娱乐圈 做导演 也算是娱乐圈啊 做导演应该是从我大四毕业之后 就突然有一天就看到了某个电影 还是怎么样 怎么启发了你 没有 电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学文科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电影 就经常在理科课上看小说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数字媒体艺术实际上跟电影后期特效 有很多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是综合类大学 所以我们当时也会学编剧 然后还有摄影啊 剪辑啊 我们都会接触 所以当时自己在本科的时候就写剧本 然后拍片子 然后也会做剪辑啊 什么声音啊这些东西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比较喜欢 但是我们比较 主要就是比较偏后期 对对对对 那所以你是编剧 剪辑 导演 通通特效 什么都会做 是不是 都会一点点 都会一点点 那你最喜欢什么 导演 导演 为什么最喜欢导演呢 因为导演是跟人接触最多的 跟actor接触最多的 然后他里面我觉得是创作型 和你能表达东西最多的一个position 那你是一个喜欢掌控所有事物的人吗 因为做导演一般都会 like to be in control kind of 那其实我们再来聊一下 你最近导演的这个毕业作品春花 其实我本人也有看过 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 那是在江苏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拍摄的 是不是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拍摄景点的 不是找到 因为是就是整个的创作 就是based on这个小村庄 因为是我爸爸的home town 然后里面的人物 就是我奶奶还有我爷爷 还有我们家很多人就住在那 然后所以里面好多的场景都是就是我们自己家的 所以自己也是蛮熟悉的 对 我基本上隔两三年会回去一次 可以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一些剧情吗 它主要讲的就是是92年发生的事 因为那时候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 就是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不是特长时间 然后中国农村还没有那么的开花 然后他会有一些换婚的这样的体质 因为那会比较穷 然后大家都要给聘礼 我们现在也需要给聘礼 对 所以到时候就是两个家都比较穷 但是他有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任务的时候 他就会互换女儿这样 我也是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之后 然后就觉得女生受到教育之后 然后他可能就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后他就抗争了一下 Fight for Freedom 对 你是不是看到有就是类似的事件发生 所以才启发了你呢 我看过类似的小说 短篇小说 然后包括听到家里面人讲 就是因为我父母的爸爸的那个哥哥啊 什么之类的 他们那一代人还有被欢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因为近期嘛 去年包括今年都在流行 一个term叫woman power 女性力量 那你觉得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的作品 也是为了就是迎合好莱坞这样的一个潮流吗 不是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想写一个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然后表达一个自己当时特别想说的东西 但是又不想让人觉得 这个是我的故事 所以就换了一个故事 但是表达的是我自己 其实这部作品里面影片设定了两个女主人公 那一开始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因为我是双女座 我觉得我有双重性格 我觉得这个两个人都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性格 其实在影片当中主人公春花 以及她的算是一个表姐吧 或者远方亲戚 远方亲戚 她也叫小童 对 所以那个人是你吗 一开始我还以为那就是你 因为以前没有见过面 对对对 我还想说这是不是就是导演 我们马上就要见到的导演 所以有一部分也算是小童就是你 是不是 因为她也在北京读大学 春花也是我 春花也是你 小童也是你 对 为什么会觉得春花是你呢 因为我也有就是她的一些烦恼 她的一些犹豫的东西 她里面的内在的很多东西都是表达的我自己 就是为家里牺牲啊 家人对我也很好啊 然后就当时她就是问小童一个问题嘛 她说那如果所有人都为自己着想的话 那是不是这人就太自私了 对 对所以我也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家也是就是只有我一个女孩 然后我爸妈也很孤单 然后他们现在在北京 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也是我五月份就要回去 就是因为我爸想我了 对 他们也是希望你可以就经常在家里啊 然后有小孩啊 然后有一个正常的稳定的家庭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虽然没有说 他们很支持 你就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但你能看得出来 他们很小 有聊到觉得你父母很开放耶 我父母是很开放 但是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家庭 它来自于社会 还有来自于就是女性本身的自然的东西 自然规律的东西 那其实不光是我在内好 就其他人看过这部影片后都觉得 因为有两个女主嘛 都会不由自主的觉得 就是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 你觉得这是你特意设计的吗 还是 你觉得什么叫同性恋吗 我觉得什么叫同性恋 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吧 同样的性别 就是他们两个同样性别之间有爱情 有爱情 有有暧昧 对 有感情 你觉得他们俩之间有爱情吗 有感情 一定有感情 interesting to know 没有人给你想过吗 有人说过 但是拍的时候没有特意的去想 就是他们是什么关系 也没有给他们带任何的名词 或者说下定义 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感情 然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顺其自然的动力 但至于就别人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就是based on观众 就没有那么clear 没有那么刻意的 那其实这部作品呢 你又是导演又是编剧 那我还看到了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一些特效镜头在里面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不是特效镜头 是我大学同学做的 他现在也在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公司 专门做特效的 对 但是刚刚只是你的毕业作品 怎么会做到这么优秀啊 真的吗 谢谢 你嘴太甜了 怎么做到的 真想问到就是你拍摄这部作品 还有制作这部作品当中 遇到过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 质疑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吧 把它完成 对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 15分钟以上的作品 然后 Multiple Sing啊 这种的 第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完整的作品 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比如说跟演员的沟通上面 有啊 特别多啊 比如说我们之前签订合同的演员 然后他在开拍一个星期 我们都已经到就是村子里面做彩排了 然后他跟我说他接了别的戏 他不能来 然后我们需要recast 但是我当时已经就是进组了 然后我们cast的所有演员需要在北京 所以当时就是找演员 因为就是在中国 他的演员体系没有那么 像美国那么发达 就是你po完没有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你找演员非常难 然后我们当时就通过了好多的 就是casting director找 然后所有的audition面试都是视频啊这样的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选角过程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嗯 也特别难 对这个先说女主角吧 对 她是我在中戏找到的 她是去年大四毕业生 我去看她们毕业大戏 因为当时北影和中戏我都看过 但是北影的作品是相当于 每一个角色她轮替的那样去演 嗯 所以她大概有十几场吧 我都去看了 因为我就想看每个人不一样的演的东西 然后我在挑戏我觉得跟我的演员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在单独去约见她 然后面试 然后这个女主角是她当时演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所以我在特别后台的地方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她长什么样 对 但是我就觉得她演得真的太棒了 然后后来我就是过去的时候 她还没卸妆 因为她真的就是脸上好多褶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才说我们能不能试镜啊什么之类的 后来就觉得她确实演得非常好 非常打动我 然后就最后决定选她了 7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适合演春花这个角色呢 就是演技啊 她的演演得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她非常有技巧 然后并且非常用心 对 因为你看她在里面说的都是我们的方言 但是实际上她是河北人 然后她都是提前一个月 然后每个星期去 我给她找了一个我们老家的人 然后教她这个方言都是她背的 哇 那你的就是选角的基础标准是什么 贴近角色啊 贴近角色 对 好 先让我们进一小段广告之后 继续来对话好莱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